大家好,我金家人 很久都沒有來過南山海岸城 今天和大家來逛逛 作為深圳最有錢的地方 其實最大型的商場廣場和最大型的購物區 是在南山 當然了,深圳的商場是多到偶 基本上來說 這段影片我帶大家看人樓和附近的鋪市 因為如果這個最有錢的地方 鋪市也不行 這樣就糟糕了 好了,事不宜是 和大家走一下輕鬆一下 看看附近的鋪市如何 不解釋這麼多 先讓大家看影片 先看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看到這裡的人流好像很少 其實今天拍片我一開始就已經寫了日期6月11日下午 你不要跟我說我是早上來 這裡相比起四、五年前 星期六日真的少了很多人 我疫情的時候也有來的 我可以告訴大家疫情的時候如果不是封城 這裡也是很多人 你看到沿路走大概也有一兩成的店鋪結了 或者是吉店鋪 未開 準備開 總是要我這樣說 但你見到其實生意各方面都不太好 很多店鋪看到有機會是之前開業的 但現在也停了 今天拍片是星期六星期日 你說如果這些日子都不開門做生意 我真的不知道你何時才做生意 有很多小店 這些叫小店 其實在這裡南山海岸城 其實之前來說是不休做的 因為人流是很多的 我試過17年 我記得是年尾的時候 很多人都已經回到老家 我在這裡來看看樓 約朋友過來這裡走走 我記得這裡也是星期日來的 買一杯星巴克 足足排了半小時 真的 而且人流 可以說是 現在是當時的三十分之一 我是很記得這裡當時是很旺的 這段影片我除了帶大家來看看這些 舖市之外 你真的看看人流 你問問自己 如果你是回國內的 去南山海岸城 五六年前的星期日 是否這樣 如果你說是 我沒有話可說 但是我來了這麼多次 真的很多人很旺 這裡最多什麼人 五六年前是年輕人 很多美女 很多年輕人 疫情其實也來過這裡 我和阿姚也拍過片 好了 當時的情況 當然是差 很多店舖是倒閉的 是極度差的 這次來 我看到 店舖開的 數量是多了 之前 比之前是多的 但是人流 坦白說 比疫情還差 那時候 當然 可能我當時 疫情 的時候 星期一至四 遇到別人 上班下班的時間 好像人流比較多 所以不能作準 但是這次的影片 你又 開始看到 後面 你都會看到 人流是非常非常 稀疏的 這裡其實 戲院 都已經有兩三間 因為這裡真的有很大的區域 但是你看看 如果星期日 下午的消費 看戲的人 只有一個小貓三幾隻 你想想深圳的經濟是怎樣 很多人都說深圳現在少了很多人 有傳聞 少了足足五百萬人 我之前也說過 我自己覺得 三四百萬僅有 少的人數 為什麼 你看 你看我拍這條片就知道 無得騙的 如果你說 不是的 星期日每人的男生 是正常的 如果 你也是用 這樣的方式 去說的話 我無話可說 這裡是星巴克 他那裡其實有好幾間 但你見到其實都沒有什麼人 當然 星巴克 全中國都是 偶爾一兩間沒有人 沒什麼問題 但是 你看一下 街上的那些人流 你看到 那個疏落度是很誇張 平時 最差的那天可能是 星期一 星期二甚至是 早上早 這店剛開的時候 人流可能也是這樣 我說五六年前 而且你見到我拍這麽久 你都看不到美女 當然可以說 星期五、星期六 出去玩完星期休息 但我記得我以前走這裏 不是這樣 真的 不是這樣 去到哪裏我都看到美女 疫情已經結束了 是不是 這樣就復償了 還有 應該 經濟是V型反彈 你看到V型嗎 V型我真的看不到 K型我看到 真的很K型 如果這些店舖 可以在這麽人流之下 仍然能夠生存 賺不到 可以賺到錢 我真的懷疑 國內 是 究竟是否 做生意是不用交租 不是一間半間店舖 我們拍攝的時候 它倒閉 是很多的 我們其實疫情來的時候 這裡也有很多店 倒閉 甚至我們見過 一個 商場 或者是吃飯的地方 一層裏面有三分一的店舖 完全是吉舖 還有很多很大人的店舖 這次其實我是 要求 二豪怎樣拍攝 不是我拍攝 我先說得很清楚 二豪拍攝 我要求他走整個海岸城 我說是呀 你走完 整個海岸城走完 因為我來了很多次 很清楚這裏是怎樣的 然後他說有段時間 沒錯 剪了很多 當然不可能 那麼短 我們把精華 呈現給大家看 首先 最重要的人流 幾乎已經消失了 然後 你見到消費的人 極少 你可以留意 每一個人來到這裏 有沒有拿著很多袋 以前 來到這個位置 一男一女或者幾個朋友 拿著幾袋的酒 就一定 因為來了這裏是花錢的 是不是 但是你見到 根本人根本沒有幾個 還有很多人可能來這裏逛逛就算了 你看到這樣的人流 其實是沒有辦法 令到這裏 滿足到 雙鋪 餅就越來越大 吃的人就越來越少 以前我看到 很多人在這裏排隊 無論各方面的消費 買奶茶 現在來排隊的就是這間鮑絲府 這間是很有名的 香港也有很多人說 小紅書也有說 唯獨樹在這裏 雖然這裏不是我拍 但是 我配音的 所以我是知道 二號拍的鏡頭想表達什麼 還有 亦可以告訴大家 其實 這條片 已經跟我平時直播 或者做的片 不謀而合 告訴大家 就是國內的經濟極差 還有 你看看 今天我出了一條片是說的 國內的出生率極低 那你就想想 如果 出生率那麼低 那這些商場 或者這個小孩 和兒子未來的尖子精英教育 又如何自處呢 對不對 因為你沒有年輕人了 那變成 很嚴重的 你沒有生生兒童 那這些大型商場 裏面的百貨公司 和這些消費 幾乎 幾乎是不會有人消費的 因為來得 這些地方 都是有錢的 但是那麼疏落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出生率極低 五、六年前我來這裏的時候 當時十幾歲的年輕人 可能當時都是七、八、八、九歲 是父母帶來的 那些人很誇張 這裏不搞活動的話 我可以很肯定 那些人流就是你今天看到的 就算你晚上來 這裏也不會很多人 所以 我只能夠說 其實藍山現在經濟真的很差 很快可能你們會 看到曾經東莞 南區和東區都會出現的一個情況 就是車多過人 這間星巴盒就是我五年多六年前 在這裏排隊買咖啡 是一間 你看到有沒有人 我當日來的時候同樣是星期一 我是真的很誇張的排到出門口 但是你看到這些人 很明顯不需要排隊 大多位錯 我當時來買了杯咖啡 想進去喝 都找不到位 還要說excuse me 這個旁邊有沒有人 人多到是很誇張 現在你說不是 也有人 也不錯 比起我當日 看到的星巴克根本是兩回事 而且 一直拍 疫情前 這些店舖也是倒閉 大舖 現在可能更多 你看到那些不要以為那些是廣告 你經常 看到一些封了那些好像賣廣告那樣 其實它是一間吉舖 只不過封了好看機 有些就下了鎖 很大店舖 這裏是很大店舖 所以大家看片看清楚一點 現在 這裏確實是比疫情的時候好很多 我正在說經營的店舖 但是人流就真的很差 所以 大家有空就過來看看 我今天先和大家談到那麼多 繼續 任惡萬步 我先看見 我先看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而且我相信经营是很困难的 当然我个人是意见 我不代表真实情况 如果有人在做生意是发大大 你可以留言小七我 我没所谓的 今天这条片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拜拜